他将是你的新郎 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 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经意相关 父和我都要同当 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男孩挺阳光的 然后长得也挺好看 眼睛小了点但是很好看 第一次感觉性格很好 很有亲和力 一定要用你一身加倍照顾 对待苦或喜都要重想 东北人的很性格 就是很够意思 然后很大气做事情 然后也不是很拘泥于小结 对朋友很好 很真诚 懂事明理 然后性格大气 也很漂亮 他到瑞典来的第一天 好像是我们要早起 我要去教中文 我在那边兼职教中文 然后我很困的时候 我就突然听到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出来一下 因为他住在另外一个 离我们挺远的一个宾馆里面 他就说 我给你送早餐过来了 然后他就拿着那个 一小袋的早餐过来 那时候我还没有睡醒 我就说哇 这男生好细心啊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 就是也是 我印象中最感动的一次 你付出了几分 爱就圆满了几分 他将是你的新郎 曾经以后 他就是你一生的伴 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经历相关 付和我都要同当 他将是你的新娘 他是别人有心托付 在你手下 梦要有你一生加倍 照顾对待 不过谁都要重想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一路走来 变成了一家人 他多爱你几分 你多管他几分 找幸福的可能 从此不再是一个人 叔叔阿姨 感谢你们培养杨硕 这样一个优秀的 有责任心 孝顺的好男人 也感谢你们对我和杨硕的 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爱 关照 爱护 谢谢你们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 我会和杨硕一起 好好的努力 一起好好的学习 认真的工作 将来用最好的成绩来回报叔叔阿姨 最后我想说一句 叔叔阿姨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只不再是一个人 要求求是是想着你 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对盈印的培养 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 而且我每一次我去烟台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你们对我和盈印的这种关爱 我觉得在以后的这个道路上 会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你们 对我们的疼爱 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去反补 去回馈你们的这种 对我们的无为不至的 而且是无私的这种疼爱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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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